大家好,我是东哥 又两天没有发视频了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 有时候生意好一点的 狗好卖一点的 我就懒得 有点偷懒了 不发视频了 有时候狗一多了 不太好卖了 生意不好 我就天天发 天天发 坑坑坑的天天发视频 今天把这只金毛 给我直子送过去 也是超超了好多天了 以及只要把狗接走 上次我也说过了 我表哥家的儿子 我那个侄子 今天实在是没办法了 又到周末了 星期六 要把这个狗接走 没办法了 直接给他送过去 还要先给狗洗个澡 本身他妈妈就不想让他养狗 嫌狗就是说有味道 本身他家里面还开了个服装店 你说放在服装店里面养 来那么多客户 人家来买衣服的 放个狗在那里算什么回事吗 就这个小胖子 非得要养这只狗 我说了洗完澡给他送过去 都等不及了 让他爸开车把他带过来 看着狗洗澡 我上个视频说过 我是不愿意帮亲戚朋友去找狗的 有很多人说我不近人情 就是说什么做生意也不能没有亲情 不能只看钱 其实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我这只狗我白送给他都行 就是说本身不赚钱 但是狗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活体 它要吃喝拉撒的 你要照顾他的 你说如果是客户吧 你把狗卖出去了 只要这个狗健康各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不愿意养了 没办法养了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吗 你是不能给他退的 这个绝对不会给他退的 但是你说亲戚朋友怎么办 亲戚朋友 那就说我这个狗我不要了 给你送回来吧 你这个你又不好拒绝他 你怎么办 另外一个就是这只狗 它是个活物 它是个活体 它会生病的 跟客户对吧 都沟通好 全文细小怎么包 是吧 如果说出了问题怎么包 包多少天 这个都能解释清楚 都能说 但是你说跟亲戚朋友 你跟他说不清楚 说不明白了 他狗一死了 或者是出什么问题了 他来找你 你说你怎么办 你是管还是不管 所以说干我们这一行 真的是不好搞 这只狗洗干净以后 完全变了个样吧 其实说实话 我是不想给他洗澡的 虽然说洗完澡之后 会更加好看 包括我家里面的狗 洗完澡之后 肯定会更好看 但是我从来都不给狗洗澡 我拍的视频 干什么 我都是原生态 我为什么不给他洗 我怕给他洗死了 洗生命了 包括到客户家里面 我都不愿意 让客户去给他洗澡 就是说你尽量的养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到十天 一些正常的情况下 再去给他洗澡 包括你看 现在 我侄子抱着狗 跟他的小伙伴去炫耀了 现在要抱着狗出去玩 我都说了 我说关在笼子里面 不要让他出来 对吧 尽量不要接触别的狗 还有一针疫苗没有打呢 等过段时间 该打疫苗了 我把疫苗带过来 然后给他打完 这不行啊 你看 这狗都不是他一个人的 他几个小伙伴一起 都给招来了 出去炫耀了一圈 我让他把狗赶快抱回来 放到笼子里面 尽量的 到了一个新环境的狗啊 要放在笼子里面静养 尽量的不要让他出来 而且我告诉他 你不要去玩他 不要去逗他 他就不行 非得抱着 哎呀 这个狗让他给摆弄呢 我也管不了他 随他吧 让他随便他这么弄吧 到时候出了问题再说 不出问题最好 回到家里面 还要照顾家里面 这群狗啊 现在天气热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狗不能断水 一定不能断水了 像我这边的话 我现在这些狗 基本上都是开始喂干狗粮了 不再泡了 喂完狗粮以后 大概过那么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要给他们加水 水盆里面 永远都不要缺水 就这个天气 水呢 一定要是那种 烧开了以后 放冷的 凉开水 温的也行 但是 就是不要给他喝生水 尤其像夏天的 这个细菌比较多 蚊虫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给他喝 喝 生水 自来水 很容易就生病的 另外一个就是 像这种天气啊 狗一定要放在 有阴凉的地方 你不能直接放在阳台上 或者是太阳直射的地方 就扔在那里 给他晒 这只肯定会晒出问题的 狗都会中暑的 今天还要发走的另外一只 就是这只小法豆 小法豆呢 是浙江温岭的一个客户 之前买的 他已经预定了 付了五块钱定金 后来就在 我怕这只狗要发走的时候 他反悔了 不愿意要了 说不喜欢了 这个怎么说的 就是当时我给他看的 那个视频啊 狗可能小一点 拍摄的时间早一点 后来呢 这只狗呢 给他发走的时候 拍了一个发货视频 那这狗已经开始就 涨了 就是说 这个狗肯定时时刻刻 都在变化的嘛 不可能是说 他不会他一成不变的 都是那个样子 小奶狗肯定是最可爱 最漂亮的 然后到两个多月 三个月的时候 这个狗慢慢的就开始 进入尴尬期 尴尬期的狗很丑 一直到十个月左右 十个月 十个月到一岁 这成年以后 他会 接着他会变得 又又开始变得好看 所以说 为什么 人家都卖狗呢 都要去卖那种 一个多月的那种狗 因为那种狗 首先第一个 它好看 第二个 它是母体自带的 给它遗传的 就是说 从母乳 也不是叫做遗传啊 就是它从母乳里面 吸收的抗体 那个时候的狗 反而不容易生病 一旦 过了两个月 这个时候的狗 离开母体了 母体给它的抗原 在逐渐的消失 它反而容易生病 再一个就是 两三个月的狗 它就是 进入 慢慢进入尴尬期的话 它会变得越来越难看 这个 要卖相 没有卖相 要健康 健康还不能保证 你说 人家肯定不 不愿意卖这种狗 所以说 现在我们 我这些 我身边的大部分的犬舍 包括私人养殖户 包括同行 狗贩子啊 都是那种 尽量就是 越早卖越好 像我这边呢 如果说客户预定了 需要把疫苗打完的话 我是愿意给你打疫苗的 但是你要加钱 这个说白了 但是很多的养殖户 包括狗贩子 他们是不愿意给你打的 就是这只狗 你看中了 我马上就给你发走 一天我都不愿意多喂 多喂一天 风险就多担一天 那么发走了以后 到客户家里面 现在 我可以这样说 大部分的东方 就只给你包落地 包当天 包落地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接到狗以后 待到医院里面 或宠物店去做检测 全文细小你做 现在你拍视频给我 好 检测出来的结果 如果说是阴性 就是说他没有病 那么过了今天 第二天 他再出现问题 你不要找我 我不会陪你 如果说出了问题 好 我陪你一只狗 或者是退钱怎么样 这个是包当天 然后另外的 像我这边的话 我一针一秒 也是给你包当天 两针一秒 包一周 包一周 基本上就排除了 新奇狗的可能了 是吧 如果说出现一周以内 出现全文细小 那么我陪你一只狗 另外一个 如果说 打完三针一秒的话 我可以给你包 半个月 15天 但是你说 疫苗全部打完了 就能保证他 百分之百不会得吗 这个也不行啊 你不 不管是疫苗生产厂家 还是医生 还是卖狗的 还是任何人 他都不会跟你说 疫苗三针一秒 打完了 这个狗就一定 百分之百 不会得全文细小的 谁都不敢跟你保证 但是有的狗 他没有打过疫苗 他一辈子 也没有得过全文细小 这个东西 怎么去好说呢 打疫苗 只是我们人为的 去降低 他生病的概率 比如说 他之前生病的概率 是百分之五十 那么我们打完疫苗以后 可能把这个概率 给他降低到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甚至更低 但是也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截止说 这是法斗啊 后来这只狗 就是发到 徐州我们市区嘛 托运那边 他不要了 狗又给我带回来 带回来以后 我养了有五月一号 五月一号当天 给他发的 到了车站 他不要了 给我退回来的 我养到现在 养了整整一个月 又给他打了一针疫苗 现在呢 这只狗是发到上海去 亏本卖了 实在是不能再接着养了 发的是顺风车 给司机交代一下 路上面给他喂点水 而且这个两厢车 SUV 开着空调 基本上不会出什么 太大的问题 天热了 发狗啊 尽量有一些 很远的地方 如果说能发火车的话 安排发火车 或者是发空运 也行 汽车的话 太远了 尽量都不发 如果说实在要发 就里面给他加冰块 加冰块 笼子外面 给他绑上冰块 降温 不然的话 这个真的风险太高了 今天还要走的一支 是这只萨摩 这只萨摩啊 大家应该印象深刻 就是得细小的这只萨摩啊 细小制完了 回来以后呢 我又给打了两针疫苗 本来说打完三针的 但是客户那边是说 六一送给孩子的节日礼物 等不及了 那就发走呗 本身他就是得过细小 又治好的 体内有细小的抗体 他以后不会再得细小了 打疫苗主要还是预防其他的 像犬温这一类的疾病呢 那么打完两针 其实问题也不大了 给他发走都行 下一个视频再聊啊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喜欢的可以帮忙点个赞啊 也可以长按点赞三秒钟 给我强烈推荐一下视频 最近这个播放量有点低啊 好了 谢谢大家